趁你病 要你命 现在在俄罗斯发生了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 普丁的权威受到影响 当然大家也认为说 也影响到前线士官兵的士气 就这时候 俄罗乌克兰的军队开始三方的反攻 而且已经有极大的进展了 没错 当然既然目前为止 俄罗斯发生这个骚乱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包括在乌东的巴赫木特 还有在乌南这个左右 还有这个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还有在顿内斯克的这个南边这个地方 现在的乌克兰来往前快速的这个推进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有目前有一些斩获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绿色的所在 绿色的这个圈圈都是目前为止 乌克兰在发动攻击的这个地方 那目前已经跟俄罗斯在发生一个 密切的这个交战的这个过程 那尤其是这几天他们又宣称说 我们又光复了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叫 里夫诺波尔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你看这影片他们已经发布这个影片 俄罗斯 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说 我们已经占领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占领住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前线的战争里面 是中方是已经 你看面对面 你看这个画面里面 这几个是乌克兰的士兵 这个是俄罗斯的士兵 所以他们在前线来说 已经是互相看到对方 在壕沟里面这样互相对决的这个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最后来说是乌克兰的士兵呢 几乎是俘虏了这几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人 对 所以你看这个 俄罗斯被俘虏了 对 被俘虏了 但是他们还是把他可能 还是会人道的这个对待他 这在前线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状况 尤其是我们知道 事实上这个之前的新卡 霍夫卡的水坝不是被炸掉吗 对 被炸掉的时候原本呢 都说可能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力道 会比较减缓 结果没想到 我觉得天也在帮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原本都这个水呢 没有很快就退去了 原本大家认为说可能要几个月 而且不只退光 因为当地是大太阳 所以整个土地反而干涸了 干涸之后土地变得很硬 变得很硬之后他们现在开始你看 更容易进攻了 这是乌克兰 蓝色的就是乌克兰的箭头 他们开始大举的渡过地涅薄河 开始进行一个大反攻 那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 新卡霍夫卡的水坝被炸掉之后 这边不是比较高吗 乌克兰这边比较高 俄罗斯这边比较低吗 水都关到俄罗斯这边来 结果没想到俄罗斯现在呢 他们的军队染了传染病 你说现在传说那里有祸乱恨行 因为他们当时被淹的是他们 而且现在俄罗斯前线 没有东西可以补给进去 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面对 乌克兰的攻击之外 他们现在前线很多传染病在爆发 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的话 等于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 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很多画面都可以看到 他们正在渡过地涅薄河 这就是你看他们当地那个水库都干了 都已经干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是乌克兰进攻了 非常好的这个时间 他们就真的 那我水库就白炸了 没办法 这没想到这个天气来了这么的 这个突然帮助了乌克兰一个大马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军队都开始 渡过地涅薄河 他们现在开始 乌克兰的士兵开始渡过 那这是俄罗斯想办法在前线攻击你 不过来事实上对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反攻的速度其实 或许还不如大家预期 原本大家认为说推进的速度会很快 但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么快呢 主要原因就在于说 因为第一个 俄罗斯原本就知道说 因为你要渡过地涅薄河 或是在乌东乌南战场上面来说 这是进入大平原的地方 大平原他们有非常多道防线 而且俄罗斯都在前线埋了非常多地雷 所以其实以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乌克兰在前进的过程里面 你看他们的部队走没多久了 可能就要开始清雷 要不然就可能会踩到地雷 所以这个减缓速度的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地方的地形是平原 而且地雷 所以推进的速度或许不如预期 但是无论如何 乌克兰的确已经慢慢地掌握了整个战争的这个节奏